而全台湾最大 而且最古老的马槽 并不在屏东 而是在花莲的新城天主堂 进入花莲新城乡的新城天主教堂 马上就会看见一个巨型的马槽 光是长宽就长达三公尺 住着占掉教堂的一半 1970年 来一个服务一个意大利雄女 称农历雄女 她是很喜欢不吃马槽 就越来越大 到1980年代左右 完成全台湾最大 她也从意大利 带一些人物等等 也自己画一些图案 就在后面 而且里面的人物布偶 也是1970年 由意大利修女 从意大利所带来的古董 有刚诞生的耶稣基督 还有慈祥的圣母玛利亚 和牧羊人 这些人偶至今已经43年 每到圣诞节前夕 教堂神父和修女 就会开始悉心不知 这也纪念耶稣诞生的当时 而这个堪称全台最大 历史也最悠久的马槽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天主教徒 在平安夜前来做弥撒 纪念耶稣诞生 教堂神父表示 耶旦结构后 马槽不会马上拆除 会开放一个月的时间 给民众参观 记得我们家凯 观点报道